俄罗斯23岁男子基里尔特列辛有着大力水手之称 他不顾健康风险接受危险注射 最终拥有了一对硕大的空二头肌 然而快大并没有啥用 他在参加格斗比赛中 三分钟内被年长20岁的对手KO 基里尔在西伯利亚参加比赛对战43岁的奥列格时 他疯狂地挥舞双臂摇望对手 然而奥列格用轴部抵住他的喉咙 结束了这场战斗 根据俄罗斯综合格斗的规定 这种攻击可能被视为非法 但是基里尔做出了让步 格斗在三分钟内就结束了 这是基里尔五个月来第二次受到羞辱 今年五月他被俄罗斯拳击冠军瓦西里·卡莫茨基击倒 与此同时这被他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甚至有人担心他的手臂会被截着 俄罗斯医务人员警告他说 注射核成蠢后可能会导致肺栓腮 中风 囊肿和溃疡 俄罗斯著名医生叶夫根尼利林教授表示 目前还没有 但他将来很可能命令解肢 有一天他会出现脑肿 然后出现炎症有中风的危险